近日,信用卡行业的用卡服务迎来了新变化 10月30日,右大行集体发布公告 宣布在已有政策基础上 进一步推出汇起利民措施 加大减费让利力度提升服务滞效 目前,已有部分银行调整了信用卡相关服务 包括完善信用卡容差服务机制 建立信用卡补卡和金卡免费补刷机制等 11月13日,记者注意到 中国银行发布公告 再次对信用卡服务进行减费让利 其中包括转账转出手续费 信用卡换卡,补发卡手续费等 多项费用的现实减免 中国银行发布关于我行信用卡 2024年部分服务收费减免的公告 对部分信用卡服务费进行减免 减免项目共计11项 中国银行表示 本次部分费用减免为阶段性费用优惠 时间为2024年1月1日至12日31日 10月30日,中国银行便公告称 综合提升信用卡服务滞效 将在11月底前提升容差服务限额至100元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也于10月30日发布公告称 自2023年10月31日起 如持卡人当期为全额还款 且为归还部分小于100元或等值外币时 视同持卡人正常全额还款 随后部分股份行也进行了跟进 如11月3日 平安银行发布关于信用卡还款融差调整的公告 称自今年12月21日起 该行信用卡还款融差有30元 韩人民币30元或美金6元 调整至100元 韩人民币100元或美金20元 且该服务无需主动申请